周四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回应了英文大纪元记者 有关中国人权问题 佩洛西说 让全世界了解人权是美国价值体系一部分非常重要 这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 经济和与他国互动 佩洛西支持川普政府认定中共对维族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并呼吁两党共同为遭中共迫害者发声 拜登日前表示 中共将为侵犯人权付出代价 但他同时为中共种族灭绝罪行辩解 前国务卿蓬佩奥批评 其言论是在呼应中共宣传 并敦促拜登政府对人权问题不要光说不做 周四 周五两天 美国众议院连续推出两项跨党派议案 禁止从新疆进口奴工产品 并谴责中共和港府践踏香港人权与自由 周三 24个人权组织联合致信拜登 要求美国政府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华政策优先考量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